這已經是力道變橋 今年第三度因為大雨衝回引道而中斷 力道居民苦不堪言 鄉長為力道居民在現場面前抱不平 時間面倒真的力道很可憐 關於有生病怎麼樣的話 力道變橋經常中斷 施工單位表示 因為無法有效抵擋大水 目前只能在水量少以後才能施工 縣長在聽取鄉長反應之後 也立即要求施工單位改善 但流融只能在後不論載人 要求施工單位讓變橋在三天後 恢復通行 然後希望能夠讓它先這個通行 仙橋預計明年三夜完工 是不是可以抵擋大雨洪水 施工單位表示 由於力道變橋位置處於 湍急水流 沒有緩衝區 已經設計擋水的設施 每一次山區一旦降效豪雨 洪水就從高處往下分流 變橋就所當其衝 應聲衝回 在新橋還沒有完工之前 變橋是不是可以繫綿 施工單位也無法保證 接著考照夫人台東海端採訪報導